大家好,我是兔玩英雄训练营的导师一模 今天的话给大家的是卡牌的第七节课 卡牌E技能的用法及其细节 首先的话是我们的补兵用法 在补炮车兵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把握 因为炮车兵的钱比较多 我们可以利用A普通小兵 来叠加一个E技能被动 再去利用E技能被动 去补掉炮车兵 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平常弄的一个运用 我们可以叠加一个被动 这个被动的话 它是E技能的被动 是比你牌的伤害还要更高一点的 所以说有可能更好的补掉炮车兵 这是一个补刀上的应用 比较简单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主要来说一下消耗用法 消耗用法我们要注意点什么呢 卡牌 大家要注意卡牌E技能被动的伤害 在前期的情况下比W的伤害还要高 也就是说你用E打在敌方身上 和用一张牌打在敌方身上 E的伤害反而更高一点 所以说我们 我们更有效的消耗 是E技能被动 而不是牌 所以我们有E技能被动的时候 可以打得凶一点 把这个E技能被动尽量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动技能 对着敌方去使用 那分为哪几种可以用呢 首先第一个是用E技能被动时 如果敌方要补刀 这里我们是有E技能被动的时候 如果敌方要补刀 那我们就直接W秒切一张牌 加上E技能的被动来消耗它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给大家看看 就当我们有E技能被动的时候 这个时候只要敌方有补刀的意图 我们就可以立马 W秒切一张牌 利用W的伤害 配合上这个 E技能被动的伤害来消耗别人 我们可以看到 截心是617点血 当前血量是617点血 看我们一张牌摔上去 看到没有 直接从617打到了505 也就是说打到它100多点血量 113的血量 这个消耗是非常有效的 那你单纯打一个1 可能只打60 单纯打一个W 可能只有50多 只有两个加起来 还是比较夸张的 是一个消耗效果 也就相当于你在4级的时候 一个技能 一个技能打到别人100多点血 这个是非常夸张的 因为你看 一个人4级的时候 只有710点血 也就是说我打到7个 这种技能 它就没了 还是比较夸张的 这是第一种用法 第二种用法是什么呢 我们在压敌方塔刀的时候 可以利用A塔 叠被动 这是卡牌一个非常好的加强 以前卡牌的E技能被动 对防御塔 是没有办法叠加的 就跟女警的抱头一样 之前也有段时间这样 就是A塔 不会叠E的被动 但有一次加强 加强到这个一点 就是现在卡牌 A塔 是会叠被动的 然后 利用A塔 叠出来的被动 再去利用这个被动 来消耗人 这也是给大家看看 但刚才说的 有可能比较繁琐 这个我们用视频 来给大家看 就很简单了 就我们压塔刀的时候 现在我们是把 这个叫啥 天使压在塔下 对不对 但如果我们想杀他 现在的血量还比较多 我们首先要消耗了点血量 这波本来是准备去配合 虾子直接杀他的 我把它闪现逼出来 虾子摸我 直接闪现Q过去 应该是能杀的 但这个虾子比较犹豫 比较犹豫 那这时候我们直接去 就我们现在这个血量 以及天使这样的血量 如果我们用普通的牌 大家注意 我现在是三级 我现在是三级 如果我用一个WQ 是没有办法杀死这个血量的天使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天使的多少血量 天使将近200点血 你看两格 两格这个血条越量 然后就200点血 我们仅仅靠WQ 肯定是杀不了200血的 那你看一下我做的事情是什么 瞎子去追的时候 我再一直eta 干嘛 叠1的被动 eta叠1的被动 然后等这个天使上来的时候 再切张黄牌 跟着天使换掉 看到没有 伤害刚刚好 如果我不叠这被动 伤害是不够的 好 是一个1技能被动 第二个应用 第三个应用就是什么呢 当敌人主动上来换血时 你一定要记得A出1的被动 你才能后退 很多人会觉得卡牌上来低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面 卡牌只有两个上一技能 W和Q 这两个上一技能 前期身体还比较长 所以说他觉得 我玩卡牌 每次换血 为什么换不过别人 因为你每次跟别人换血 只会打一个WQ WQA没了 那这样的话 你自然伤害就不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了 卡牌的E 前期伤害比W还高 如果你不打出 1技能的被动 那像是什么 你两个技能 别人三个技能 就6技之前 你用两个技能的伤害 换别人三个技能的伤害 你觉得谁能打得过 肯定是三个技能的 那一边厉害 对不对 所以说为什么 你们卡牌换血 换不过别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你们换血的时候 没有打出一技能被动 你只要不打出一技能被动 就相当于少别人一个技能 你两个技能换别人 三个技能 血量怎么可能换得过 对不对 这才是卡牌的精髓 卡牌的精髓 不在于 就是换血的精髓 不在于牌切的怎么样 而是在于 你A的敌方多少刀 有没有打出了几个 一技能的被动 这才是卡牌换血的核心 我们这里也是给大家看看 大家的印象里都会觉得 卡牌打截非常难 因为截WQ一套爆发非常高 卡牌的话 就他觉得截WQ爆发很高 卡牌一张黄牌 一张Q打完就没伤害了 这大多数人印象里 为什么截不 卡牌不好打截的原因 到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下两个视频 来颠覆一下这概念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上去之前 我们跟截的血量 其实差不多了 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两个人血量都差不多 看我们这波怎么换血 截直接WQ上来 我们黄牌定住 直接往后封针 打出了一个E的被动 你看 即使这波说实话 即使这波 我们打也不来 这个截换血也是亏掉的 看到没有 截已经没办 就这个时候 截其实已经没办法 追着我A了 我等一下 就他这个血量 我再A一刀 再秒前张牌 他就没了 因为被动又要出来了 好 当然这个视频 有可能你们会觉得 打也来了 没什么 那么再来看一个 这里的话 我们血量 说实话 稍微有点领先 但我们不在乎这个点 好吧 我们不在乎这个点 看我们这个 也是跟截在对拼 看到没有 这里我们跟截对拼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虽然 我的血量比较多一点 但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细节 这个截用W 躲掉我的Q技能 大家注意一下 看到没有 截用W躲掉我的Q技能 也就是说 我是少了一个Q技能 跟他对拼的 但还是拼过了 那你们要知道 这波为什么拼得过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两波为什么拼得过 第一把 第一把也是 我是带着被动上去的 带着被动上去的 只不过截的伤害 就是说打得更快一点 他的WQ一套 一下子就能打出来 我必须要接平衡 所以伤害打得慢一点 但不代表我伤害比较低 第二 碰到第二个截也是一样 你看 带着被动上去的 这时候他跟我换血 虽然躲掉我一个Q 但是我A的第二个被动 看没有 这才是卡牌换血的核心 你们管卡牌换血 我换不过 就是因为 你们只会用WQ打伤害 而卡牌真正的换血的 意义在于 我用WQ定住别人之后 定住别人之后 用这个眩晕时间 来拉开距离 拉开距离之后 再用很多很多的平衡 去补充伤害 因为我们在 讲解卡牌1技能的时候 就说了 卡牌的1 是会加攻速的 这里您要注意 卡牌的1 不仅仅是有这个伤害效果 而且还会加攻速 再加上我们符文点的攻速 所以说 卡牌的攻速是比常规的重担 要高很多的 也就是说 你虽然 A一刀伤害确实很低 但是你 胜在什么呢 别人A一刀 你能A两刀 你一刀的伤害不如他 但是你两刀的伤害比较高 这就是卡牌换血的核心 一定要记得 在敌人主动上来换血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要勇敢的打出你的被动 你再这么怂 你也得把你的被动打完了 你再走 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 你把被动打出来 结果发现他打不过你了 因为杰这英雄是很典型的 一套爆发 就一套WQ打完之后 就没伤害他的英雄 就六级之前的话 你不要被他这一套吓到了 他后面是没有持续输出的 而卡牌有持续输出 所以这两步 我都把杰拼过的原因 就在于这里 杰把爆发打完了 而我的伤害是源源不断的 这就是你们有玩卡牌 一定要记得一点 别人跟你换血 你至少要把被动打出来 才能跑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换血不亏 甚至说有机会把他杀掉 好 这是一个卡牌的一个 一技能的一个用法 让我们再来说一下 一技能的一个细节 一技能细节 首先第一点是防御他 可以叠被动 但不会消耗被动 就是我们刚才 沙天使那波 给大家有看到 我们这里也是 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视频 这里我们是带着 凌尘一技能被动上去的 我们可以利用防御塔 叠被动 但是被动是不会 消耗在防御塔上面的 这有好处也有坏处 全都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 如果你的一技能 能对塔生效的话 那你拆塔 你卡牌这个英雄拆塔太快了 所以他不让你 对这个防御塔去用 你知道吧 卡牌本身 W加51 再加上 W加51对塔的上下就已经够高了 再加上一个被动 那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故意的 不让卡牌 就是削弱卡牌 拆塔的速度 但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就是你可以利用防御塔 叠出这个被动之后 然后去点点人 这个就跟女警的抱头 有异曲 同工之妙了 我手长 我A你的塔 对吧 我A出抱头了 再点你人 再A塔 再叠出抱头 再点你人 这是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吧 这是我们首先要记得卡牌的被动 是可以利用防御塔 叠被动 但是不会消耗被动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 卡牌的一技能 可以加攻速 在推并中 不仅仅要光靠 WQ技能打上 多打平A 也同样非常重要 我们也是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一技能加攻速的效果 也多夸张 看到没有 初始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卡牌 在18级的时候 初始的攻速是多少呢 初始的攻速是1.07 但你看 我们每点一级 一技能 就会增加 一定的攻速 但是这个可以发现 它一点一级的时候 是最好的 你看见没有 我们最初始的是1.07 但你点一级一 是加多少呢 加到了1.20 也说给我们加了1.3 0.13 但你往后面点 就没那么多 你看往后面点 就是0.04 0.03 那后面就增幅就比较少 就是说 那个 加的攻速就比较小了 所以说一技能 一般在前期就点一级 一级的收益是最大 后面加的就没那么多了 这是卡牌一技能的一些用法 以及细节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